争议的顶流吗 很不幸地告诉你 上次那个就是我拍的 然后拍完以后但没有上 因为现场也是 因为那次的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特别的不好 我觉得今天正好 正好有朋友在说一件事 我还可以说一下 首先我要说那个顶流 他的人非常非常的好 我其实为他特别的后悔 不是不是后悔 非常为他特别的 不是后悔 非常为他的可惜 就是他的本人非常好 让他的所有的事情 不是他所造成的 而是周边所造成的 但是因为这些事情 都觉得太过激了 引发的他非常的倒霉 因为他去年一年 其实非常辛苦 一直都在走通告 走所有的事情 然后完成一个 中业度最好的一个艺人 做了这么多 努力 但是最后 就是一些粉丝的这些破事 和那些之间的来到回事 然后就把它给毁掉 真的是太可惜了 然后说到我们那次的拍摄 我们那次拍摄的东西也是非常好 但是也就要不知道谁那么傻逼 在现场拍到那些东西 然后给发出去 然后就传道了乱言 然后整个我们一天的工作白费 没有办法去当不出来 虽然我伤心的是 每次的梦都 顶流 他那天特别的专业 为了这些事情 他其实 现场在 在拍的时候 非常的敬业 而且 我都说 肖战 肖战当天非常的敬业 我们拍了很多套衣服 而且做得非常好 他等以后 然后 杂志的主编过来 亲自给他做专访 我也不想选择 你可想而知他有多少话想要说 然后在 在我们那个单独的一个化妆间里 然后去过那个专业房 做了三个顿时 因为我实在可能等那么久 还有我都撤了 撤离他在中间跟我说 说他出来的时候 你先看你乐歌你走了 然后还说 想跟我头发见 谢谢我 有的就这么好的一个艺人 自己有礼貌的 我从来没有过 就是遇到过 这么有礼貌的 然后这么敬业的一个艺人 然后 居然现在 不是因为自己的关系的事情 然后反而要承担自己的问题